打虎救母 她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吗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写定住打虎救母的故事 吃吧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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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牛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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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弄的呀 猪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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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我来了 娘 找我有什么事 猪儿啊 大姑娘跑了 赶快把它撵回来 好的娘 我这就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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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哎 娘 你先回家吧 好 哎呀 别哭了啊 孩子 别哭了 别哭了 娘 我一个人去 你就先回家吧 好的 小心点 娘 你就放心吧 哎 走吧 孩子啊 跟娘回去吧 走 跟娘 哎呀 你回来呀 你给我回来 哎呀 小只 NO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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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O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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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!NO!LO!LO!!! CO!」 ihre IO não!N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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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ibel Melane 好 这牛跑哪儿去了 老母 娘 快来救我 娘 快来救救我 娘 快来 老虎 孩子 娘 你快走 娘 我来了 来吧 朱儿 朱儿 娘 娘 你们没事吧 朱儿啊 娘 我没事孩子 我没事 快起来 快起来 朱儿 快看看 我背上是不是给抓破了 是的 衣服破了 还抓出血来了呢 娘 你别怕 现在没事了 朱儿 快跑 娘 我又来了 娘 你快带着弟弟回家吧 那有我呢 快跑啊 你们快走啊 娘 你快带着弟弟回家吧 孩子 你们快走 朱儿 我的朱儿 你这个畜生 来吧 我不怕你 さん 您负责 しょう 元 嗨 来吧 我不怕你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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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背上呀 使劲 好样的 吵死他 快呀 大怪牛快 嘿 太棒了 真是好样子 哎呀 娘 你真勇敢 要是没有你呀 娘和你弟弟早就没命了 我的好孩子 娘 你也很有胆量啊 没两老虎碰着弟弟的阴根寒毛 刚才啊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做的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做的 娘 现在没事了 哎 咱们回家吧 对 咱们回家 走 走 回家了 走 回家了 小朋友 看完了这个故事 你是不是觉得谢定柱真的是很勇敢呢 其实他们母子二人临危不乱 当老虎来的时候呢 妈妈先想到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小弟弟 谢定柱首先想到的呢 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母亲 而母爱和孝心就在这种意外的情况之下 所产生出来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 小朋友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是都能够接受父母亲的保护和照顾的 所以呢 我们从小一定就要孝顺父母 听父母的话 回报父母亲的爱心